他的名字叫刘洪 他发明了很多别的皇上想不到的来财的道 你比如说这个提成 皇上天下都是你的了 他要提成 举例子来说 盘盘国库吧 国库留多少钱多少钱 皇家也得有会计 跟万岁您回 库里边有什么什么钱多少 什么什么钱多少 每一笔跟他说清楚了 好 这个抽50% 这个提30% 不这天下都是您 别废话 快去 提成 你包括三邦外国 各处进贡的什么 他也要提成 这个厉害啊 别人想不到 而且呢 经常没事 就是这个宫殿得修理了 皇城得重新修晒 各省的官员 石头啊 木料啊 建筑的器材啊 来吧 往这运吧 让运就得运呢 地方官谁敢不遵呢 这东西来了之后 到这儿 皇上说了 质量不凶 多少钱 他说这个我们 比如说一万块钱 你这就值三毛 你看他给你定价 你这值三毛 对不对 得了 给你三毛吧 给你三毛 你回去吧 这个东西到他手里 他在告诉那个省的官员 这个15万的东西 你要不要 他挣这差价 这生生是一个让皇上耽误的土财主 天天就这出 到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 我这么大一皇上 我天天叨叨着杀石木料干工程 那行 对不对 好的商人一定要知道我的资源是什么 我的资源就是权利 我不卖官 我等个六啊 好 这要的亲命了 那个对他来说 那不就是假的一样吗 就你在这儿 你从一个副队长 熬成一个队长 熬三年 你对他来说顺手 这么一说 来 一万个总队长 那不假的一样吗 对吧 对他来说不叫钱 来 卖 好家伙 明码标价 而且到后来 那就是已经卖完的这些个官 他还得跟你商量 怎么商量呢 想不想继续做这个官 所以我想 好的 预知二十五年工资总额 你二十五年应该挣多少钱 你先拿来 损透了 我这一家看 我这一家看 还是不想 是不是 我这家看 一家看 你还要不要